Hello大家好,我是绝图店小姐Jennifer 今天的要来分享一款游戏哦 那相信啊,大家应该都有玩过或是听过风之谷这一款游戏哦 想当年啊,Jennifer可是从早到晚啊,都泡在那上面哦 那要是有玩过的朋友啊,我相信你应该对于就是 接下来今天要介绍这个团队不会很陌生哦 因为他们是谁,他们就是Gash 那没有错哦,就是我们当初课经课得很小 那不可否认的是说啊,虽然说课有很多啊 但是真的是一个还蛮值得怀念的回忆哦 那那个Gash呢,他们竟然呢,也是要扩展到W3的领域啦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会来跟大家分享一款 就是手机的炼油,那也会来跟大家讲说 这个玩法要怎么玩哦 那请大家今天的影片呢,一定要听到最后哦 因为Jennifer会带来满满的好看来给大家哦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听下去哦 好,那今天要分享的这款手游炼油呢 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游戏完蛋了 是不是还蛮有趣的 那如果说你是喜欢,譬如说手游啦 或是卡牌游戏啊 那这款游戏啊,他们就是Gash团队 他们即将推出的这个RPG的卡牌放置游戏哦 Gash团队他们运用了区块链技术 推出全新伺服器,在BSC链上呢 会推出代币还有NFT哦 那名字呢,就叫做游戏完蛋了 那这个呢,是由韩国啊,知名的游戏公司 NFT Games所开发的哦 那全球的总下载的这个量呢 已经超过了两百万次哦 那它可以支援的语言非常的多 它可以支援的语言有超过八种哦 那有哪一些,譬如说德文啊 日文啊,法文啊,繁中啊,简中啊 然后英文,西班牙文,还有韩文哦 那他们呢,已经是在这个双平台嘛 就是Iris跟Android上面呢 都可以下载嘛 那在双平台上面呢 都获得还蛮不错的评价哦 像这个游戏的开发团队啊 是由这个韩国的原厂嘛 那跟这个橘子集团旗下的Gash 一起来联合营运的哦 那这一款手游啊 之后就会用区块链技术啊 正式的成为一个Play to Earn的手机炼游哦 那它的玩法呢,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玩法呢,是一个开放世界的ML RPG的放置型哦 那有自动战斗的系统啊 还有背景就是战斗的辅助哦 那画风部分呢,后面其实我们会看更多 它就比较像是这种,就是像素风的这个风格哦 那它的这个游玩的体验啊 譬如说像是多元战斗啦 趣味玩法啦,远程攻击 乐趣啊,等等等等之类的哦 这玩法其实也是蛮多种的 那目前呢,就会在12月的时候啊 来正式开启这个区块链的专属伺服器哦 那因为是免费可以加入一起玩的 所以其实呢,是无痛加入的哦 那当然啦,你也可以去赚取他们这个 就是他们里面的所谓的这个游戏的币哦 就是他们的加密货币哦 那这个币呢,之后会在BSC链上面上哦 那你可以把这个币啊,去换成其他的这个币 譬如说换成U啦,换成其他的币等等之类的 那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拿这个币啊 去在他们的这个官网中啊 去购买一些就是他们这个游戏的虚保哦 那所以就是,play to fun之外啊 你当然还是可以play to earn哦 好,分享这款游戏之前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游戏的世界观哦 那游戏完蛋的世界观呢 他是说啊,就是新开发出来的手游 居然不能玩啊,BBQ啦 那身为这个游戏的团队的菜鸟 为了拯救这款游戏而进入这个像素的世界之后 那就成为了一个守望勇者哦 那这款游戏里面呢 他可以在这个地图上去移动 去打怪去施放这个技能哦 那还会有这个地下副本是可以去探索的哦 那你随着这个打斗的关卡啊 陆续破关 然后会去破解更多更多有趣的地图哦 基本上啊,这个游戏啊 就是一个大家一起来守护游戏的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 那他的画面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他画面其实都比较像是这种像素 就Pixel的风格哦 嗯,是还蛮复古的 但是呢,Jonathan认为 其实是还蛮令人会有那种回味小时候的这种感觉哦 那像现在Wave 3啊 会蛮多项目或是游戏啊 还有就是NFT的这个项目 他们其实都会是像素风哦 比如说像是CryptoPunk啦 那我认为其实这种感觉是还蛮亲切的哦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游戏哦 这个游戏呢,我们刚刚有讲哦 是属于这个开放世界的MLRPG游戏哦 那大家呢,就可以透过这个PVPPVE 来赚取这个游戏积分 以及所谓的他们的这个代币叫做BugB 就是重重币哦 那等一下我们也会好好来讲一下说 这个重重币 他的一个初始的币价以及如何获得等等之类的 那我们先来讲这个PVP哦 PVP竞技场啊 工会对战赛啊 那他们呢,的形式会是有 譬如说5比5或是10比10的这种 对战的一个方式哦 那你赢了之后呢 你是可以去获得这个游戏内的金币的 但是呢,如果说你觉得5比5或10比10 还是不够看的话呢 其实呢,你是可以选择打群架的哦 他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成立或是参加其他工会的 这个就是,譬如说公司啊 那每一个工会呢 最多呢,是30位员工哦 好,那PVP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PVP呢,有三个哦 譬如说蛋农场啊 然后胡萝卜农场 以及被污染的研究所哦 那蛋农场是什么哦 他其实这边有讲哦 蛋农场呢 就是说你可以去孵化一个萌虫蛋哦 那这个萌虫蛋呢 就可以就是累积积分 然后去把它孵化出来这样哦 那接下来这个胡萝卜哦 他的胡萝卜啊 其实就是那个 去让萌虫喝下去之后啊 他可以去提升这个萌虫的技能哦 好,那这款游戏呢 其实玩起来是还蛮轻松的啦 那如果说啊 你是这种区块链的小白的话呢 就是也是可以来把它当成一个 入门专的游戏来把它玩起来哦 那为什么Junifer会认为啊 这款游戏啊 是蛮适合练有小白的哦 是因为他真的是还蛮好上手的哦 那好上手的原因有三点哦 我们来看一下哦 第一点是说啊 就算说你只是一般的这个web2的玩家的话呢 那你也是OK的哦 现在呢 在苹果跟Android上面啊 都是可以免费下载的嘛 那你就是play to follow 那之后呢 练游正式进伺服器之后啊 你也不用重新摸索哦 因为呢 你这个游玩的这个体验啊 跟你就是在手游的时候呢 会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是没有差异的哦 那他也去保留了这个游戏最纯粹的这种特质跟乐趣哦 那我觉得这点是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哦 第二点是说啊 游戏角色啊 可以自动战斗获得资源跟经验值哦 那大家都知道是说啊 这个去累积资源经验值的部分呢 是依照打猎时间 放置时间会有差异嘛 那这个游戏里面啊 最长是12小时哦 那这个游戏中啊 会用5分钟为单位 还可以领取加班费奖励哦 玩越久奖励会越多哦 那部分呢 是可以手动去操作的哦 疲劳的话呢 你也是可以用全团自动战斗模式哦 所以呢 如果说你想要轻松玩啊 或是想要充排 还要绑跟强度的话啊 其实呢 各方面都是可以满足的哦 那第三点呢 最重要的一点呢 是说这款游戏呢 之后呢 会上链嘛 那他呢 会全新开 专属的伺服器 来给这个游戏哦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哦 这个买这个GameFi Pass哦 可以获得什么哦 好 那这个GameFi Pass啊 我们买之后啊 所以你就会获得一张 就是进入这个游戏的通行证嘛 那这个游戏的通行证呢 你是可以来 就是选择这个角色哦 然后并且去获得一张 这个对应的这个NFT哦 那你获得这个对应的这个NFT之后啊 你其实不仅仅是可以拿来作为收藏哦 那你还可以拿来直压 那你直压呢 是还可以去赚这个 他们这个bug币 就是他们这个重重币的哦 所以他们之后呢 其实还会有这个直压的这个功能哦 那另外呢 你还可以去获得这个就是游戏 区保大礼包哦 那里面包含了什么 里面包含了这个 一千个的这个 一千万个的这个游戏金币哦 那另外呢 还会有3450的这个Ruby哦 那以及30日就是 没有广告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哦 好 那这就是 这就是超值大礼包里面的 洋洋洒洒 非常丰富的一个内容物哦 接着呢 要来到Play to Earn的游戏呢 非常重要的话呢 也就是代币的机制哦 那游戏完蛋了呢 的代币呢 是这个bug币哦 就是刚刚我们一直提到的重重币哦 那这个重重币呢 它初始的这个发行量呢 会是一千五百万颗Bug币哦 它代号是Bug哦 那这个bug币呢 它可以做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 这个bug币呢 它可以用来修复 GameFi Pass的每日耗损哦 第二点是说啊 它可以在这个官方商城呢 去购买指定的这个道具 游戏里面的道具 或者是礼包哦 或者是一些现实的好礼哦 这个部分哦 那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就是 把它变成是其他的虚拟货币啊 或是出金等等之类的 那但是这边呢 出金的话呢 你会被收取五百分之的这个手续费哦 这个应该是 Play to Earn的游戏里面 大家应该都会很清楚 就是会有手续费的这个部分哦 那就是 这个bug币呢 对于Gash来说啊 他们是有提到是 他们是非常看重的哦 所以呢 他们呢 也有打算要用心去经营哦 然后呢 未来呢 也会跟这个币呢 是会有板痕景啊 会息息相关的哦 那当然呢 也会有就是代币的销毁机制哦 一个健康的代币 会有一个代币的销毁机制哦 那目前呢 他们所设计的这个销毁的机制呢 是说啊 GameFi Pass啊 每日生命值啊 会以5%去进行消耗哦 那每5%的生命值啊 必须要用0.5颗的这个bug币去做修复哦 当生命值啊 如果低于50%的时候啊 那日常任务的奖励呢 就会减少哦 那如果说生命值变成0的时候啊 就没有办法再享有这个奖励 或者是PVPPV1的排名奖励哦 然后获得这个bug币哦 所以呢 请注意哦 这边呢 就不要让自己的生命值变成是0哦 那初始的币价 这边也有说明哦 它呢 就是一个bug币啊 bug币啊 对上BNB啊 会是1比100哦 所以呢 就是一个bug币啊 就等于0.0BNB左右哦 好 那这边啊 我们来看一下说 如果我们想要这个bug币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得到哦 这边是有提到的哦 好 那如果说啊 你是有这个GameFi Pass的玩家的话 在每天11点以前 台湾香港北京时间11点以前 去完成日常任务之后呢 你就可以赚取一个bug币哦 那依据这个PVP啊 PVE啊 的排名啊 还可以赚取这个bug币哦 那每天呢 预计是会发放大概3000元美金左右的这个bug币哦 那详情呢 会以公告为准哦 如果遇到排名相同的时候呢 会以注册的时间为准哦 所以说如果是越早注册的话呢 排名就会越前面哦 那如果说生命值已经到达0的玩家啊 将没有办法在参与获得bug币的排名哦 那另外呢 你还可以就是直押这个NFT 去获得这个bug币的利息啦 那当然的啦 在交易所里面啊 也是可以去取得这个bug币的哦 好 这是取得这个bug币的方式哦 那他们也有提到是说啊 这个bug币啊 之后呢 90%会放到这个游戏的生态值里面 10%会用来做行销的方式哦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bug币呢 他已经交代的很清楚 就这个bug币 他的这个初始的状态 以及他会怎么样去运用哦 然后以及就是游戏内要怎么样去 消耗去获得等等之类的 那如果说想要玩玩看这个游戏的朋友的话呢 正式开服之前啊 就可以直接先下载这个游戏来体验哦 好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哦 开服之后呢 如果说想要玩这个游戏的话呢 是可以准备好虚拟钱包哦 然后以wallet collect的方式呢 来建立这个游戏的账户哦 那就可以进入这个区块链的 这个勇者的游戏哦 那玩这个游戏呢 在代币呢 是在这个币安链上面 刚刚有提到哦 所以呢 建议呢 是要有一个币安的账户哦 会比较方便 也比较容易去做交易哦 那如果说啊 你是还没有这个币安的 这个账户的朋友的话呢 可以来看看 Jennifer 的之前的影片哦 然后来把这个币安的账户 去注册起来哦 那当然的 你也可以用Jennifer 的 推荐连接 把币安账户给注册起来哦 因为用J2店小姐的 这个推荐连接的话呢 会有手续费 20%的返用来给大家哦 那如果说啊 各位是没有这个 GameFi Pass的朋友的话呢 那因为这个游戏呢 其实是免费体验的 那完成了日常的任务呢 或是这个PVPPV1的挑战呢 是没有办法去获得这个Bug B的 那但是呢 如果说你是开始有这个GameFi Pass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来赚币了哦 好 那目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重要的时程表 重要的时程表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说 预计是在12月7号的时候呢 会开始来贩售这个GameFi Pass哦 然后呢 在12月14号的时候呢 游戏会正式的开服哦 那另外呢 是在12月21号的时候呢 也会开始来开放这个NFT的质押哦 那这个GameFi Pass的这个价格呢 是落在了 是333的这个美金 是333美金哦 那台币呢 大概就是1万元哦 那它呢 是以新台币1万元作为本位的哦 所以呢 会依据当时的汇率 去换身成美金或者是B&B哦 那目前呢 这个Discord呢 是已经有打开了 所以呢 Jerifer呢 也会把这个连接 放在影片下方 叙述的栏位哦 大家就可以点击来加入了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哦 这个游戏的这个白皮书啊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完整的哦 所以呢 Jerifer讲的资讯呢 其实在这个白皮书上 都是可以找到的哦 重点是啊 他们的这个团队啊 是韩国的原厂 跟这个Gash的营运团队嘛 基本上这一点 就让人家很安心了哦 好的 那我们听到这边啊 这个游戏啊 我们也讲了 它的世界观啊 以及它的这个游戏的这个机制啊 还有代币的这个经济的模型啊 还有它的重要的时间表等等之类的哦 是不是非常的丰富啊 那前面呢 我们有听到是说啊 今天的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嘛 因为有好康要带来给大家哦 而且呢 今天的好康真的非常的丰富哦 那我们的活动呢 一共会有四种哦 那第一个呢 会是在YouTube channel上面哦 那你的活动方式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订阅 按赞开启J2恋小姐的小铃铛哦 那留言写下 游戏完蛋了 GameFi玩起来 那就有机会来抽这三种奖项哦 真的非常的丰富哦 那第二个活动呢 会在Twitter上面 第三个活动呢 会在群人宝宝的Discord里面哦 那第二个活动呢 会在J2恋小姐的Line群里面哦 那如果说你想要参加其他三种活动的话呢 我也会把这个连结放在影片下方叙述的栏位哦 请大家就点击去看看要怎么样参加 一步一步把它做起来哦 好 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 还是要提醒大家哦 NFT啊 或者是加密货币啊 或者是GameFi呢 都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投资哦 请大家务必要评估自己对于风险能够承担的能力 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 希望说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